我们刚才其实有聊到 世界年度风云车 韩戏品牌可以说是最大的赢家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跟我们这个非常友好的日本 其实也有自己的年度风云车 日本的年度风云车 是不是它也是整个完全不一样 埃大 你看一下就知道 日本的年度风云车 不是只有凭这个日本车而已 我们先跟大家报 刚刚冠言讲这个世界风云车 日本车是一无所获 基本上没有一台日本车能够 进到这个全世界评审的眼里 这样子的感觉 那当然 到底谁比较公平 谁比较挺自家人 谁比较互短 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做讨论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年度风云车的部分 在各个奖项上面你会发觉 设计大奖是B&W的iX iX iX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们看它都觉得真的是太棒 还满赞同的 真的是满赞同的 尤其是他们跳脱框架 等于是用新创公司的概念 来成立的这个B&W iX的一个设计团队 去打造出这样iX 这样子的一个商品 事实上在全球市场上面 也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尤其是它既是B&W 它又是时尚最潮的电动车 那它看起来像一部B&W 但是感觉又不像一部B&W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那当然在看完年度技术大奖部分之后 年度设计大奖部分之后 我们来看看年度技术大奖 这一部车台湾有上市 是Nissan的X-Trail 大改款的车型 同时是E-Power的这个版本 那其实E-Power这个车型 我们简单跟大家说 它开起来是一部电动车 但是它不需要你去充电 因为它自己有一颗引擎会发电 自己发电给自己 来去驱动自己的电动马达 所以它还是有什么 还是有油耗 还是有油耗 相对而言 它可以换算出来 它一公升汽油 可以跑几公里 事实上它并不是靠汽油引擎 来去驱动这一台车辆 那这个年度技术大奖 确实我觉得 日本人这样的角度来看待 这样一个E-Power的车型 我认为是合情合理 而且是当之无愧 H-Rail当之无愧 但是... 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理念之下 以这个科技面向 这样子的全新大开款 新的车格 那在台湾的售价 你就可以在它的销售数量 被反映出来 而我不是提说它卖得太贵 所以卖得不好 卖得太划算了 所以就被抢购一空了 但是... 我认为 这个以技术面向来看 它可以换算出来 它一公升汽油 跑几公里对不对 也就是你可以回推出来 你的一公升汽油是多少钱 对不对 你多少钱可以买多少度电 来去做电动车的比较 我一度电一度电的消费 可以跑几公里 就可以比较得出来 是自带发电机的车比较省呢 还是去家里面充电 还是去快充充电的电动车比较省 毕竟它是一台电动车 对吧 只是它自带发电机 就不用充电的车款 只是它自带发电机 但是它不用充电 但是还是得加油 你还是要有那个动作 对不对 好 再来我们看年度进口车的部分 是韩国品牌 这个 只能说人家没有偏心 没有护盾 因为日本车 在进口车来讲 除了日本车以外 都对他们来说都是进口车 是 那韩国车在RM5的部分 确实 最近也传出来 日本 你知道我们日本的这个电动车 有什么 很多耶 Toyota嘛 对不对 Toyota 迷上也有啊 迷上是这个嘛 对不对 那Toyota下面你就看到苏巴路 对 还有这个马斯塔 还有这个什么 Suzuki等等等等 很多都是遵循的这一套系统 下来走 毕竟这个Toyota的投资 触角太广了 其实每一个车厂里面 都有些许Toyota的印字 那最近也传出来说 Toyota对于电动车是 有一点大改观 它对于它的系统想要怎样 打掉重链 真的啊 对 所以就是它对于 国际间其他品牌的电动车来讲 它认为它的思考的方向 必须要重新做一个调整 要打掉重链 所以在日本的这个媒体里面认为 现代的这个Ioniq 5 是属于非常非常强的一个 非常创新的一个电动车产品 事实上在我们的看法也是雷同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异 另外年度新年车大奖部分 就是Honda的Civic 那这两部车台湾都买得到 台湾本田正式导入进口销售 EHAB的车型 对不对 那这个水货的贸易商 你也买得到 所以基本上你想要买 不管是EHAB的车型 还是Toyota的车型 你都可以买得到 不用担心 那我相当期待这个车到台湾 正式的开始贩售 我如果开始贩售的时候 我一定要第一个跑去试车 那另外你 怪你有没有发现我跳过这个 年度轻自动车的 轻自动车是什么 就是KCar 就是KCar 因为这个车子其实是什么 电动车 而且是双升车 有没有看到 Sakura跟这个EX的 EK的这个XEV 两部是一个这个 都是双升车型的这个电动车 那在日本的KCar 是非常非常的受到 注意的一个车型 因为KCar它的车牌不一样 对 它可以不需要停车位 所以它就可以在市区里面行驶 而且都是短程的通行 所以你要知道 这部电动车续航里程 也不会就是百来公里 就是代步用而已 对 那它是年度 轻型自动车大奖 没问题吧 它只跟轻型自动车比 对不对 所以百来公里好像也合情合理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点上面 大家要思考 就是说我们对于续航里程 到底有多少的需求 你对于这部车的要求 到底是多少 我是上下班 我是户外旅游 我是长城运输 因为呢 你要知道 这整个这么多的 各项选项的大奖之中呢 有一个叫做 年度风云车的冠军 对不对 就是它 那也是日本当地现金 就是KCar 对 KCar 所以非常非常的特别 我觉得就是说 虽然台湾是属于 比较地小的人筹 但是呢 你看到日本这个地域 比较广一点的地方 在都会去的使用上面 这样子的一个小型的电动车 它的续航里程不用太多 但是事实上你可以 有更好的一个移动的体验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就像刚刚我们看那个 迷你的那一台 汤S对吧 它是一个未来移动体验的 一个这个感受 那附带一提啦 台湾的这个中华汽车 最近也推出了这个 它的这个Everica的电动版本 新的改款车型 我觉得非常不错 但是实在是 它的外壳 跟它的这个操控底盘 太过于商用化了 如果可以再 家用性 精进一点 精进 家用化一点点 我认为那个车在台湾 其实是有搞头的 真的 好 谢谢艾大的分析 带我们看到了日本的 年度风云车 但是对于全球的消费者来说 其实日系品牌的车款 还是大受欢迎的 你看一下 Toyota现在还仍然是 位居于全球的这个 就是汽车品牌的 销售的冠军龙头啦 对不对 但是它既然全球卖这么好 可是呢 在日本自己的市场里面 就发现了 竟然是创下45年来的 销售新低喔 对 去年它的总销售量 是420万辆 这真的是创下 这个从1977年以来最低 怎么会这样呢 对 它跟2021年已经很惨了 那一年 还掉了5.6% 这原因到底在哪里 对 当然其实日本 因为全球的这个原物料短缺 晶片短缺 日本以汽车工业这么重要的 国家来讲 它当然是首当其冲 产能不足的问题 对 它就是 对 产能不足 然后它因为它的触角太广 所以受到的伤害也最深 真的 对 所以即使是Toyota 这么会做物料控管 它都出现很多很多的麻烦事情 对 那我们看它的销售 你就知道 第一名的销售Toyota 理所当然 光是它一个品牌 就卖了120多万辆 但是跟前年比起来 跌了12.4% 你看看 那Suzuki呢 Suzuki在日本是做小型车 为主要的 它事实上跟Toyota 也是有很多的合作关系 它掉了0.9% Daihatsu Daihatsu是 难得少出一个 你看 有微微增长的 对啊 因为Daihatsu最强的也是K-Car 而且Daihatsu Toyota有它的股份 所以基本上 它们合作得很密切 再来Honda Honda掉了2% 全年在日本卖了56万8千台 然后Nissan 基本上Nissan 掉的比较少 是比较少 就是唯一没有 直接跟Toyota有合作的 这个关系 那这个Nissan也掉了 0.5% 0.5% 那Mazda 这个Mazda就是一个逆势 正成长2.5% 那Mazda在很多 譬如说油电车的部分 它也是跟Toyota有战略合作 所以你看前面这一整排来讲 你看 Mazda因为它最近的销售都做得不错 造型也很好 然后又想要把它变成豪华化等等 其实它在市场的反应是好的 那Sobaru呢 我们现在知道 Sobaru本来也有Toyota的股份 所以你看 前面七名大概就是日本的所有的品牌的缩影了 就代表所有品牌 所以其实严格讲 就是说Toyota Honda Nissan 三个大集团的概念 对 那我们来仔细看它到底哪些 哪些车卖比较好 对 就前十名这样子看起来好 第一名Toyota Yaris 小鸭鸭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他们在日本人销售买车子最多 其实还是像这样的 一种比较小车 对 好停车对不对 没有错 方便灵活的 你看卖的最多的 对 反而不是休旅车 对 还不是 然后再来 但是它跟前面连比 跌了20% 这个跌了 非常凶 你就知道这个 对Toyota影响多大 但是还好它的Carola 成长了 成长了回来 所以就是喜欢的车型是有点点转移的味道 然后你上的Note也很厉害你知道吧 那Note是四四方方的可爱的 相型车 成长最快 所以大家就知道 这个其实 蛮有趣的 然后再来就是Toyota Rumi 也是这种小车 你看只要是Toyota都跌得很快 对 因为产能的关系 对 然后这个Rais也是它的一个小的休旅车 然后你看它8万多台 然后再来Honda的Free的也是 这种就比较像 比较就是休旅车 然后体型又不是很大的那种 又休旅又相型的这种车 然后这个AQUA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Prius C 如果你去日本玩租车 很容易租得到 而像Sienta Sienta是Toyota品牌的另外一个逆势成长 因为它改版 它改版了以后很漂亮 你会觉得有点雪铁融味道吗 有 对不对 尤其是加上一些改装套子 对 我觉得 这个车子未来在台湾改版 应该也会还蛮欢迎 Toyota不是说目前没有打算引进 对 有希望 对 希望看它在日本做得不错 那也可以来提升一下台湾的销售 然后再来第九名就是我们很熟悉 Honda Fit Fit 本来Honda总共是衰退的 但是Fit是有成长 第十名 Toyota Alpha 你看看这个车在日本 阿尼奇多喜欢 真的 这种车这么贵还可以挤到前十名 好厉害 好厉害 不过这个最新版的那个Lexus LM已经大改款 所以大家也是非常期待这个车 所以我们大概就review了一下在日本 他们受欢迎的程度 你看全面十名只有Nissan Note 跟Honda的两台 其他都Toyota 其他全部Toyota 对啊 所以在日本就是Toyota为主了 那在韩国当然就是现代跟Keya 是 对啊 这都是汽车工业很强大的国家 他们的现象 刚才罗哥也点出了 在日本的卖最好的Toyota 然后在韩国卖最好的就是现代跟Keya 所以我们刚才也带大家看到了 韩国收尔车展上面它的规模 甚至于它展出的车辆 那我们来看看跟我们真的是 比较友好的这个日本呢 在日本的车展上面 也是很多台湾车迷们常常会去朝圣的 对不对 论规模以及未来展望上面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很特别的是今年这个日本东京车展 它变成了日本的交通展 什么叫日本交通展 我觉得这个其中还蛮多的这个 可以去讨论 就第一个首先我觉得是汽车产业 汽车设计它出现改变 那以往的所谓车展 很focus很专注的在车辆本身的这个表现 跟设计跟改款的一些重点 但现在呢我们开始讲一些新时代车子 不管是现在或是未来 我们多一些讨论 它移动的方式 它可能变成互联网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车内互联网 再来是它可能 它不会是单纯的汽车 不会单纯的这个乘用车 变成一个载具 我觉得这东西 这都是所谓的汽车领域 它出现了一些变化改变 那甚至也会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传统车展 慢慢地消失在我们生活当中 对 因为会变成数位化了 对 没错 然后前三年因为疫情的关心 国际车展都停办 那当下大家觉得 车展停办怎么办 就是以前会很期待各大车展 那车展停办 我们过了三年之后 好像也没有怎么样 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也不会世界目的 就好比台湾的车展 对要讲 台北车展也停办几件了 也就这样子 我们台湾车是依旧是活弱的 对 当然我觉得这整个趋势 一个生态的变化 从刚刚讲的 汽车不单单只是单纯的 车辆本身之外 然后我们现在也呼应了 就是很多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变成线上 不好意思 从线下 变成线上 线下没有都没关系 但线上的东西 我们依旧是活弱的 那回到日本 当日本东京车展变成 日本交通展之后 它有一些重点在于说 其实它会加入一些交通安全 然后一些教育性质 那他们希望之后的这个 日本交通展呢 甚至会变成一个交通娱乐展 我爸妈可以带着小孩子 一起去参观体验 一些互动玩乐 那不单只是那么硬邦邦的 车辆本身的介绍 而是多一些教育的含义在里面 等于变成汽车界的迪士尼 对 是这样的概念 类似这种概念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转换 一个变化 那我觉得真的 传统车展会慢慢逐渐消失 在我们生活当中 是 所以你看 不论是日系车 还有韩汽车 真的在全球大放异彩 光去年2022年 全球的这个 就是前五大的汽车的企业当中 Toyota第一名 而且这个现代奇亚集团 已经挤进了前三名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在全球啊 大家都很买单这个韩系品牌 但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 尤其是像我们对岸的中国大陆 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它已经变成全世界 第二大 第一大汽车市 应该是第一大了 因为它已经超过美国了 单一的市场 所以它过去韩国车 在中国大陆 它的确有一个辉煌的时期 尤其到2016年的石化 它曾经在中国 那个年的时候 它创下了170万辆的车 170万辆等于是当时的 中国大陆的市场 就十分之一 10%的占有率 其实你不会说 韩国车 在中国没有市场 它曾经有 一阵子在奥运的时候 北京奥运的时候 它曾经北京 把所有的建车 全部都换成现代Elantra 你就知道那时候 韩国的现代有多风光 可是在2017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韩国 它部署萨德飞弹 也就美国 当时中国对韩国制裁 禁韩令 从你所有汽车到艺人等等 音乐全部给你禁止掉 对不对 乐天等等都关不掌 所以那时候 韩国车就马上掉下来 一掉下来 一直腰斩再腰斩 腰斩到去年前年的时候 32万辆 去年52万辆 在中国大陆 已经来到2000万市场的时候 这已经1%的市场的份额 让韩国车在中国大陆上 几乎变成了一个零存在感 因为从2017年以后 中国大陆市场它自主品牌